演員真是用一條命來搏 好像長仔黎耀祥一樣 為了劇集發證先鋒衫 又要追車 嘩 還要爬車頂配合這些飛車場面 你也不是說不吓煙的 我覺得很安全 老實說我們武術組的同事 真的做足了安全措施 試過了 和告訴大家要注意些什麼 我一直都不擔心 再加上我們的車手郭卓華 他是我們公司 真的是一個很優越的車手同事 所以我完全不擔心 我完全信任他們 這些就叫專業了 不過對於長仔來說 除了安全是重要之外 帥哥樣子一樣不可以缺少 先弄頭 一會兒一下車會連氣 一跳下車頭又沒事 長仔這麼有型 難怪這日兒子趁著復活節隔 都要來探爹地班 還帶上長鏡相機 和一班photo哥哥爭偉企 看看長仔對兒子的作品多關心 而早前有多位藝員同事 好像徐子山和奧家蓮等等 在拍劇時意外整相 長仔都表示關心 不過大家可以放心 加因長仔拍戲經驗豐富 訓練有數 剛才看到你跳出去 撲出去的時候很瀟灑 一踢過很快 OK的 我都 我們以前都動過一下 動過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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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過一下野足那些 不是我們經常要做這些 你知道以前出來做小的 這些動作經常要做的 你這次拍這個法證 多不多動作戲 其實不多 三幾場 有些拳腳交 有些 我想最後應該是這次 都算是大 撲、追車這些都算 對於長仔來說 這些都算是小儀科 記得初出道的時候 長仔就有一個難忘的經歷 很久出入行 很久才不認識 那時候要在一個 廠景搭天花板的一個 冷氣槽口 就站在上面 就跳下來 跳下來 然後還要開槍 是 我想跳下來 你知道一般樓底都八尺 八、九尺 當然有墊塌塌塌 但是那個 那個冷氣槽 是真的一個正方形 你剛剛好落到的 那個是我比較擔心 因為你很容易 撞到手 或者你撞到頭 你不知道 跳下來會怎樣 所以那個 我覺得挺危險 和挺緊張的 但是沒事的? 最後都沒事 最後都沒事 都完成了這個動作 那次之後有沒有想過 我都可以做動作演員 那又不會 這樣就不行